我的名字是Gran 我在大陸在三年前 在 Boston U 回到香港 去幫我媽媽經營家族生意 另外在一年前 我開了一個YouTube Channel 叫做和利贊 Rear Review 主要是分享一些投資的心得 由小到大 我父母都是受到我父母的影響 也有儲錢的習慣 所以不會這樣諾斷他花錢 其實都是屢直於理的 他們教我的經驗 或者不同的故事都會有這樣的影響 有時候我的父母會叫我做一些家務 然後會獎賞我幾元或者十元的錢 多數當時就叫我 你不如慢慢儲起他 就儲起一筆錢 就是他買你喜歡的東西 都有這個責怪 在儲錢的方面 剛才我所說 我父母很節省 都不會特別去花錢 所以某程度上都影響了我 說到投資的方面 就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讀Econ和Finance 所以無論是分析一些公司的財務保幣 或者是分析環球的市場的狀況 都有一定的基礎 加上在大學的時候 我也有周時在YouTube 去看一些投資的這部影片 希望我在我畢業之後 或者在我畢業之前 去增加我這方面的所謂的知識 而最後在我畢業之後 因為我的小孩 又在一段時間在賬利商上聚 都周一時 我們會加入一些股票的投資相當 在儲錢方面 我會儘量將每一個月的 薪金的一半儲起 而我覺得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每一個月 當收到薪金的時候 就立即將你想儲起的錢 調成一個銀行戶口 避免你看到那筆錢 而其餘的錢 才是用來應付日常的開支 說的是投資的方便 除了剛才說 除了在之前買港股美股之外 我也有買一些ETF和Crypto 說到投資的方便 就要去到我畢業之後 才開始投資股票 因為我畢業之後的薪金太高 希望透過投資股票 去增加薪金以外的收入 另外我也有去買一些虛擬貨物 還有一些ETF 一些避免式的投資基金 我曾經試過一段時間 但也有輸錢 所以也沒有再工作 很辛苦 看這些錢 很大上浪 因為我是用一個比較長線的投資看法 而股票市場都很波動 因為一直都鋪著 就沒有怎樣去做一些短線的操作 所以就沒有說真的 take to profit 暫時都是賬面上的東西 所以暫時來說 我都不可以說自己是賬的第一桶近處 因為每個人的財務背景 以及他們對錢的看法 都有不同的概念 所以對於理財這件事 都會有不同的看法 而每個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內 都會不斷去改變對理財的看法 但對於我來說 我會覺得微財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就是要儲錢 要慢慢累積的財富 第二就是控制好你的開支 要避免遺出 避免無謂的資訊 第三就是要投資 將你生苦苦存回來的錢發大 做到錢穩錢的顏目 雖然聽上去這三個部份都很簡單 但要做好這三個環節 除了要有很多不同的技巧和經驗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要有很強的紀律性和代性 才會做得好 而最後還要配合一個長的理財目標 才會懂得如何去理財 我覺得 我相信很多個香港的年輕人 都會想賣好自然 當然我都不是我 我會很希望在我三十歲之前 買到我第一個單位 而我會是 希望透過不同的投資去增加環境的收入 因為現今的社會 我覺得很難單靠人工 存錢去存不首期 也要靠投資去發大自己的錢 錢穩錢的方法 才有機會存到那些首期 所以我會轉換更多不同的投資機構 希望達成這個目標 好 多久 有保體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